Hello 大家好 兩天沒錄過片了 因為就來 Team 2 想錄一段片 講一點關於今晚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拿著一堆cash 因為現在沒有窮人 基本上在FIVA裡面 每個人都拿著一兩mil 我覺得都是那句 沒理由丟下錢等 等什麼呢 打遊戲 我是想說多一點關於今晚的SBC 你認真問我 我是沒什麼特別的 今晚Leadout的SBC 不過我有些東西想和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星期出過的SBC 想review一下 其實昨晚出了這張 Terabat 這張數字是很漂亮的 未必可以用到 不過應該是否可以連結 Iax 那個Siatch 是OK的 不過是狀位 很根據你會不會真的用 我選擇 我選擇都先做它 有什麼事用來解釁也好 三四萬元 三萬多元都不用 因為你一定有免費的 un trade card 有一點點 之前有免費的 有十多元 有免費的 有免費的 還有免費的 可能是一個免費的 你看到的 有免費的 有免費的 中前場 中堅 後衛 C.A.M. 其實是差一隻前鋒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會出一隻中前場的球員 應該不會再出中堅 閘位 防中的球員 你認真問的話 這次的Team 2 我覺得是會有POPBA 但是POPBA出現的形式 我不覺得會是 我覺得不會是給你抽 是給你做 做這個SPC 那會不會是今晚呢 我都覺得有可能 會不會是Team 2第一次就出張 好像是OCE那一刻 不過我覺得POPBA應該是一定會在 未來幾天 以什麼不同形式的情況去出現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留意 一定是中前場的球員 那你說前鋒會有什麼心水呢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心水 因為第一 我不想在亂猜 其實沒有leak out 沒有rational 亂猜 那怎麼了 剛剛沒用的嘛 那我不會去選擇猜 所以這個可以大家自己消化一下 自己想一想 那這個就是SPC 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是POPBA 那我想帶出的東西就來了 POPBA是很大機會出的 Lacasset也很大機會出的 那很多人今天都問了 究竟這架卡是怎樣 因為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就是想講 你這一版的卡 還有 今天大家在Telegram上更新的List 其實我將它放在一對球上 我會逐張逐張跟大家講 那我純粹個人意見 未必是對的 但是可以聽一聽 可能就是我對那張卡 究竟是甚麼想法 而去講 那很多人都是問這張 Maximum Same Maximum 那這張卡 我之前都說過 這張卡不值1.3的 我覺得它是1m留下的卡 但是想不到打到這麼久 很多人都用它來打weekend lead 講到它這麼好用 轉為做In-game轉位打正前都還可以的 那在於它是EPL 或是法國國籍 今天都跟師兄在Telegram談過 這一張卡的走勢會怎樣 這一刻我會打自己嘴巴的 我覺得它會升的 因為只要team2沒有一張卡 是可以取代到它 或者是同類型的卡 是可以取代到它 我覺得基本上是沒什麼可能 這一張卡會再跌 還會爆升上去 這張卡的情況 跟那張Atao的情況是很相似的 我今天都在群組裡跟大家說過 其實大家都有混帳 這張Atao 其實一出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很棒 有速度 五星腳 打到正前 有體能 有 agility 有射球 其實你看到它的價錢 最初出的時候 跳到53萬 一跌到44萬 就慢慢地上去 我記得它剛剛出是21號 應該是28號 比較鬆一點 這張好像是team2來的 是team1來的 那它一出完 team2之後 它就爆升 為什麼就是因為很多人 都 這個一個 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 你有一隊 這麼op的team1的時候 你會期待 一隊更op的team2 如果這隊team2是滿足不了你的要求 我覺得team1比較厲害 這些卡的需求是會大的 人是會這樣的 後知後覺 一定是會覺得 先入為主 這些卡比較厲害 除非我想 例如 基山雲 可能 要一張厲害的 可能是一張 94的蘇我雷斯 PACE過85 5升5升 但是 沒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 是會爆升的 你問我 建不建議買 明天開始可以買 然後 等他出完team2之後 這張卡就會爆升 本來 明天你會看到 這張卡 掉到1.5秒以上 都不期 因為很多人 會出完team2之後 原來都沒有什麼特別卡出 原來都是沒有狀位 沒有alternative 甚至有張最有potential的 alternative 是沙拿 可能會出 因為沙拿是 跟他同位 同類型球員 但最慘是沒有他的割值 還有 我覺得沙拿是會轉去做st 不會做rw 所以 我不覺得這張卡 會影響 所以你問我這張 我會買 買來做投資 明天一出team2 即刻放 投資大忌 不要看他升完 就覺得他會繼續升 profit profit is profit 這個是定律 來的 那 逐樣逐樣說 說回法國人 Hanau敵枝 不說太多了 因為我不覺得這張 沒什麼特別 原因是因為 其實up對上 一個多月 有很多很厲害的特甲中堅 有 之前有一個 Akanji 就是30級 那張 那張已經很厲害了 再之前有一張是免費的 所以 其實相信打特甲的 已經有兩張免費中堅 不要需要用到他 他也沒有upgrade的前途 那 Sissoko 唯一會升的可能就是 孫興文真的出 那 這張Sissoko 很多石瓶都最好都說出來 他只不過是一張強化版的Footmas 的卡 那 其實Footmas都夠做的 很多人都做了Footmas版 我不覺得這張卡 會有特別的需求 會令到他上升 因為去到這個銀碼 你可以買白銀絲 那些都可以 都夠用 不需要用到Sissoko 他唯一最厲害的地方 是真的有自動吸球的功能 那 那 有個師兄肥胎都試過這張卡 我看過一個影片 他都說 防守 那個 疾寶位一流 但是 好像他這樣說 進攻的終結者 是真的沒有錯的 不要期望他打到 攻擊的角色 搏腳 純粹五星腳 不需要轉左防中 右防中 所以 你會不會給過一秒去買一張單 單功靈的卡 我相信這個都會按上下價 跳都不會跳到去過到它的price range 就是一個tax range 那 法國人 再講到K三文 K三文應該都會一直這樣上去 因為食評都是高的 這張我不說太多了 反而大家也很想知道 包皮的情況是怎樣 啊 對 Maximum說漏了一件事 Maximum 為什麼會還有機會升 就是因為 如果POPPER真的出的話 他一定會升 因為很多人都會用POPPER 倒一隻法國的右翼 或者法國的進攻中場 右中場 我都覺得他會升 而且你知今集是法國人 做一個majority 所以任何有關法國的東西 你見只會升 不會跌 這是連鎖效應 那包皮情況一樣 為什麼呢 POPPER出現 會有影響 之前也有一些SBC 就講過 其實會有一張SBC 或者TEAM Tool 就是出迪瑪利亞的 TEAM Tool 其實迪瑪利亞完全是符合出這張卡的情況 5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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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升 變成5升 這張卡本身 Agility 速度 如果再升 就一定夠 我相信一張一定是一張 921的迪瑪利亞 還要轉為CAM 都是PSG的情況 有體能 你覺得這張包皮會如何呢 不用多說 一定是升 因為已經有人說這張卡 override了一張 TEAM OF THE YEAR 包皮 那我不覺得這張卡 會有跌的可能性 我會這樣說 它是維持著 5秒左右 這張卡 會 stand for 5秒 慢慢上 現在4秒幾 7是值得買的 因為 這些卡的情況 就是供應會很少 都是那句 TEAM Tool沒有特別的東西 這張卡都會升 先日為主的概念 希望大家明白 MUNIER不用說 沒有人問的 那這一張HARVIS 的話 我不覺得它會有一個 大升大跌的情況 因為 這張卡本身有很多Version 第二 打得甲實在太多選擇了 那我也都有少少擔心 接下來TEAM Tool 會出Bayern的Parasic 的進攻中場 其實這張就一定會失法 雖然Parasic 不是德國籍 但它也是敗人 敗人其實基本上前面 是很容易引導的 不需要說一定要德國加 Bundesliga 所以我不覺得這張卡 會有特別大升的可能 不需要碰它 所以這張卡 Rashford 我不覺得它會 會 一個很高的架 因為 我覺得TEAM Tool 會有一張英超前鋒 那 Rashford 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 給了它的國籍限 不像法國一樣 很多領域都可以拿到 英國 五隻British的 我想只有Dormondad的新組 可以拿到 而其他的都 比較難 萬聯今年也不是很多 特別好用的人 除了Bernard Fernandez 那 我不覺得這張卡 會特別升 但是 會升少少 但是 不會超過Test Range 所以我不建議你現在 推進去 然後說我一秒六幾買回來 有些危險 我知道能夠這樣 和Range的投資 一定是升到最多的 不用說 Elen Hazard 不需要想 因為之前已經有一張 SBC 我想不會有人瘋到 做完SBC再買這一張 Lazano 我覺得 有些想法 是可以的 這些卡 比較少 它有一張阿倫 在這裡 而 我覺得 二甲現在是拿一張厲害的防衝 尤其是拿一張 好像阿倫 那樣的模組 級數的防衝 這張 我覺得長遠 應該要是升的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這張卡 是跟這張的情況很相似的 兩三個禮拜前 我帶大家炒過這張卡 現在升到26萬 我叫大家買 13至14萬 我不會保持這張卡 那麼久 那 Lazano和這張都相似的 但它是唯一欠了一個 很好的中場去連續 當然 如果它突然間 提升 拿波利亞倫 這張就會爆升 所以100K的卡 80多K 我都會建議大家投資 因為我經常說 投資 不要每次衝進去買過Mill 沒有什麼Lazy Buyer 例如這一版的卡 哪些是最值得投資 你說可以翻轉一些 上落 Lazano和Cancelo 一定是最好的 這四張不說 只是說Cancelo 其實我大概兩天之前都說了 星期三鬆一點 我已經開始儲了這張卡 那時候我覺得市價是185 那時候我都說 16多170就必定了 因為其實這張卡 就和這張卡的情況 會是一模一樣的 有人問過 這張卡 會不會未必好像這張那麼好 因為耳鴿 可能只有一張好用的右閘 而英超有很多 但是它最重要的情況 就是 剛才也一樣說 Team2沒有右閘 沒有英超會的閘 它會升 第二 有人做了Bernardo Silva 的話 就一定是用它連結 那 第三 就是 我覺得 萬成是會出多一張球員 即是 接下來Team2 一定會有一張 它會出什麼卡 會不會瘋得出阿古魯 那些 我覺得未必 那些人說會出 Jesus Nava 那個叫做 Jesus Gabriel 耶穌 我覺得耶穌也有機會會出的 我之前也連結過出來 那 耶穌轉做CM 打433 放他下去 in game 絕對有可能 其實是會令到這張升 那 我是強烈建議大家炒這一張 OK 那這個就是我對這一堆卡的看法 要炒就是可以炒這些 那你說未來這四張可不可以炒呢 那我覺得這一張 多磨特都可以的 但是 我不喜歡碰這些 供應一定多 這些 那大家還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這一堆卡 是會隨時會出 那個叫做 好像Winter Upgrade那樣 SVC會隨便出一張 但我覺得沒那麼快 可能是Team2下個星期三才出 所以是可以炒的 這一堆卡 絕對可以炒 OK 那再說回這一堆卡 這一堆就比較陌生一點 我覺得不會講得十分多 那這張Econi 我覺得是不要自用 都是那句 自用卡 跟買車一樣 下了地就一定貶值 很難個個都買完一張卡 是股東卡可以買回去賺錢 不要有這樣的心態 自用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 它會有一個麻煩 就是因為迪瑪利亞出這張卡 一定有問題 我覺得 髮甲一定會出多一張 很OP的前場 對 所以這些卡一定會死 我覺得不建議 Bell的話 其實我都沒有看過這張卡 現在究竟多少錢 其實真的 來看看 這張卡 現在就37萬 我不覺得這張卡會有什麼特別 因為你看它的走勢都不特別 割席不好拿 那Aaron Ramsey出來了 所以它都沒有什麼 怎麼升降 所以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尼瑪 RG RG理論上是跌的 長遠用來一定要跌 但是我 prefer大家炒這些RG卡 不論尼瑪也好 包皮也好 總之這些大價卡 基本上你Lighting Ram 買完之後放一定有數 那 尼瑪 就絕對是因為 畢竟更多人用 那 所以這張沒什麼特別 那 我覺得這張卡是會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一張94 其實是一張94 86萬 那這張95只不過是86萬 我覺得不會差太遠 而且這張卡本身已經跌過了 80 81萬 我記得 你猜這張卡會不會再上 就不覺得了 但是你要買 都是那句 買了你就拿來用 但是我 我真的不覺得這張卡 是值 這個價格 86萬 因為它是有五星腳 但是那句 agility不高 速度不快 不符合今集的情況 簡迪 今天有個消息是說了 歐聯和歐霸會零行通知 所以這些卡應該是這幾天會跌的 不好意思 買 要用的 這幾天要買 古列治這些不說了 因為根本 沒有得猜的 這些卡 沒有得猜的 還有這一張是 是 meat 斷貨 那其實 這些這麼少供應的卡 其實是沒有得說的 現在是否應該買的 你要用你就買 那 Perella 這張本身是左閘 你說 它會不會再上升呢 我覺得它應該都不會再上升 因為你看它的價格 現在都浪到幾貴 33萬 其實之前都是 有 23萬 那 我記得那次應該是 我 我忘記了什麼事 這張卡上 我覺得那次我都叫大家炒過 那 雷斯 對 Darville 那這一張 我覺得它會 remain 我沒有記錯這張卡 現在是否1.0幾 一百零幾萬 那 我不覺得它會大升 除非有一張 巴西的 英超防中 突然走出來 頂它 但是這張卡 很多人都說是很好用的 但我不知道 體能只有75 我不覺得 是否真的可以用到尾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 我只能夠說 這一張卡 一百萬是很貴 還有 之前已經有一張SPC 很多人都用了 那張SPC 雖然 SPC的價值 沒有計算 我相信如果有一張一百萬的 同類型的卡 我想很多人都會選擇不用雷斯 因為它有速度和體能的缺陷 所以未必需要用到 所以我看不到它有升的潛力 還有 唯一 講笑地說 它有升的潛力 就是因為EA是Arseno的Fans 任何SPC都會有關 那你說 現在Arseno 還有沒有球員會出SPC呢 有些保留 那 Atel 這張卡會升的 現在我不介意這張卡 嘩 先說完這張卡 五百八十幾 五百九已經跳了上去 這張卡絕對會升 它的走勢會是怎樣 它跟以前的Fermino一樣 ScreenFermino 這張卡不是看價錢 是看時間進入的 基本上這段時間 你進完 明晚放你一定賺 我會這樣說 因為這張卡本身是一張 泰國OP的卡 它也是因為五星腳前鋒 只要 接下來 Team2出的前鋒 全部都過一秒的話 這張卡就會跟著升 因為別人很多人覺得 這張卡是一張 絕對值過一秒的卡 但是Due to its nationality 然後很多人會不會買過一秒的卡 推而其次買回這一張 甚至買回之前的Rashford 這些Maximum 可能比較接近 也不算接近 但是 你純粹跟我問我 我會覺得 這張Rashford 是更值得用的 如果你玩法甲的話 那法甲也有很多 SPC是很好 你之前做的 這張卡是非常之高 我覺得是undervalue的很厲害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是 沒有人用 給其他人用來炒 還是怎樣 所以 我對這張卡有誠意 我對這張卡有誠意 我對這張卡有同一個問題 歐聯、歐霸的問題 這張卡都應該會一直跌 我不覺得它會怎樣升 就算有將國際衛蘭的SPC 在中堅 或是出高一點 我都不覺得這張卡會特別升很多 這個是我大概 大家想知道的東西 那 聽吧 我會說多一點關於 那個Prediction 是的 很多人都想問一問 肥料究竟什麼環境 肥料呢 就是那句 看你磁房 就是 今晚我是覺得 會有一張厲害的SPC 肥料是跌了的 這是事實 我建議 今晚沒有Lighting RAM 但今晚會有SPC 會有一張厲害的SPC 會有一張用得的SPC 會有一張用得的SPC 給大家去做 所以需求會大 不建議現在賣了肥料 然後 然後 然後去Cashback 就算要蝕 我都建議大家博買今晚 今晚 明天慢慢關掉 那些貨 之後 明晚 Team 2 Lighting Round 好像上個星期 再入 再錄多次 感觸好 這個是 影片有點長 但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好嗎 謝謝